大家好,我是Stan 自从韩国的第一男团Sotage Wild 将hiphop文化元素融入当时韩国流行的摇滚音乐以来 说唱音乐与idol团体之间的联系便开始形成 随着在各种韩国综艺的推动下 韩国hiphop产业已经进入了一个良性循环 商业化与艺术性之间达成了一个平衡 但同时是否应将idolripper视为真正的ripper的争论 也引起了热议 有些人认为idolripper不应该算是真正的ripper 因为在当时大多数idolripper 并不是自己作词作曲 而仅仅是掩饰他人的作品 这导致了一些ripper对idolripper持有负面看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那些年曾被传统ripper鄙视 但后来凭借成功完美报复的idol们 2013年Pabi作为外籍娱乐的练习生 首次在生存节目Win with the Next中亮相 2014年Pabi与比尔一起参加了Mnet Show Me的Money第三届 而当时很多参赛者 对他的idol身份持有偏见和有色眼镜 甚至质疑并狙击Pabi的rap实力 在第一轮比赛中 当所有人都无比紧张的时候 Pabi却以他独特的节奏和风格表演了一段 看似慵懒却又轻松自如的rap 轻松地通过了这一轮 给很多hiphop听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第三轮的一对一预赛中 致命rapper斯云斯对Pabi给予了高度评价 特别是在萨卡吉秀节目中 斯云斯表示他想将Pabi带入自己的音乐团队 随后Pabi在个人表演中成功演绎了I Am You 获得了观众和评委的一支好评 他的愈发型歌曲Ca同样收到好评 甚至在每轮音员榜上拿下了一位 在总决赛中 Pabi毫不拘位展现出自己的实力 凭借歌曲Ca同样的Boss 成功夺得Show Me The Money第三季的冠军 这一成就打破了对idolrapper的刻板印象 不仅仅让Show Me The Money节目的话题性热度和收视率增降 也让大众开始关注该节目 一时之间掀起了hiphop音乐的热潮 同年Pabi也成为了YG娱乐新人男团iKUN的首批成员 Pabi的成功不仅证明了他个人的才华 也为其他idol们开辟了参加Show Me The Money的道路 继Pabi之后 YUNA SOMINA也参加了Show Me The Money第四季 不同于Pabi的是 Pabi当时还是练习生的身份 而SOMINA在参赛时 已经是作为YUNA的成员出道了一段时间 也就是这一点 让他面临了更多的质疑和不满 有些人特别是网路上的酸民们 认为他能参加Show Me The Money 是依靠YG公司的背景 这种情况也导致了当时流行的一句话 Ochapi Ussun SOMINA 这反映了人们对SOMINA胜出的预期 也暗示了一些观众认为 比赛结果可能是预设的 面对大众的这种评判 SOMINA凭借自己的实力 正正当当地走到了总决赛 最终获得了雅决 这一成绩不仅证明了他的音乐才能 也表现了他在严苛条件下 仍能坚持自我用实力说话的决心和能力 2006年1月22号 陈孙远首次亮相于MNET的女团选秀节目 Preduse 1000年 最终排名20位 7月份他参加了MNET的饶舌生存节目 Unpretty Ripstar City 当时媒体宣布 陈孙远将参加Unpretty Ripstar时 由于他是一名爱豆练习生 大众的反应普遍不太正面 当时参赛的9名女ripper 对一名女爱豆的参赛也感到惊讶 甚至低估了他的饶舌能力 然而荆棘的一击 传说远就用他独特的嗓音和flow 搭配上令人惊艳的节奏感 和充满sense的自我介绍Cyper 迅速改变了其他参赛者对他的偏见 他的表现不仅展示了他的音乐才华 也再次证明了爱豆练习生 在音乐和表演方面的潜力和多样性 其中一个标志性层面是 在Dispit中 陈孙元穿着Prucy一公益的校服 与对手对决时 直言不畏道 对方忘记了歌词并流泪 最终获得了胜利 透过参加Pretty Ripstar 他的饶舌技术和知名度 得到了显著提升 而在音乐创作方面 陈孙元更是展现了他的全面才华 他不仅是尤诞艾德的主要歌曲 和B-side曲目的作词作曲编曲者 而且还担任了音乐制作人的角色 到了2024年 陈孙元仅升为韩国音乐版权协会的正式会员 这标志着他在K-POP产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 当年的鸿门宴事件 对阿米们来说 是一个既让人心疼 又让人气愤的事件 在BTS刚出道不久 大约半年时 阿年曼Suga被邀请参加一个 地下饶舌歌手组织的电台聚会 这个聚会后来被粉丝们称为鸿门宴 在聚会上 一些参赛者对阿年曼Suga进行了冷嘲热讽 指责他们出道后就忘记了自己作为地下饶舌歌手的出现 意思是有法控制 cuánt ".意识到的意识 许卡 cynical 啊做姐的偶角 那就结名一次 在币力原则hand的时候 各个傢伙も似于一些女性的 和随道性 哦 体出道的角色 内餐期间 后来就将ского 什么 是 不是 Nov blame це 我 我们总 unlucky 红尤身 在不太有的女性 大部分不太有的 所以很不太有的 好像很不太有的 但是 要做的是什么 对比프리的质问 Sugar回应 BTS的hiphop风格 可能不如某些地下音乐那么专业或纯粹 但正是这种独特的音乐风格 让更多人逐渐接受并喜欢上了hiphop 这本身就是对hiphop文化的一种贡献 音乐的创作并非仅为满足个人的听觉享受 而是要被广大听众所见 这才能称之为优秀的音乐 BTS的专辑中有越来越多的制作曲 展现了他们未曾放弃对hiphop梦想的追求 证明了他们仍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道路 最重要的是BTS目前的成功 已经狠狠打理了Be Free的脸 猫眼向上是idol猫眼向下是ripper 虽然现在仍然会有对idolripper的说唱实力之一的人 但比起以前那个时代 hiphop界对于idolripper的态度柔和了许多 实力就是一切 实力是最好的回应 就像Tablo在show me the money第四季说的一样 比起光做hiphop的人来说 某些被叫做idolripper的人 rap实力更好 在带着对idolripper的反感之前 我觉得要先拥有 超过那些idolripper的实力后再讲话 多少 问道路 中文字幕——YK